我現在要拍攝到哪個 拍攝到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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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這邊這個推換貨真的是非常到位 我現在用了差不多半年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看到一位在美的中國網紅拿著用過半年多的商品 去商場免費退換貨 還以此為榮 這位中國網紅還曾經拍片去趁美國免費救濟窮人的食物 吃了一家換下一家 還拍攝這個菜窯 相對辛苦客難的人來說 算是營養啦 那也公開發表過 要把美麗果給吃垮 拖垮他們的建設與福利 實在是非常暖心 難怪這個群體在海外會被討厭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暖心的影片吧 這時候就是壞的 這美國這邊這個推換貨真的是非常到位 我現在用了差不多半年 然後被我用的這個又髒又壞 然後破了兩個大洞 人家直接叫我換新的 直接就是換新的 也沒有問題 就是面子上多得去 你反正說什麼他就信什麼 你說你是怎麼壞的就怎麼壞的 用了半年 用了半年 這個應該感謝誰 這感謝誰 這也不能感謝 這也不能感謝 沒有老朋友的根本 反正這一波反正就是說 那句話怎麼說來著 給我想一下 這一波錯在美方 哈哈哈哈哈哈 有沒有毛病 沒有毛病 沒有毛病 馬斯克做的 是嗎 對馬斯克做的 世界首富做的這個位置 過了能不能把首富 過兩年 過兩年才釘胖的首富 這個有機會 哈哈哈哈 奇怪啦 怎麼是做特斯拉 不是做比亞迪呢 而且他裡面說這個 責任全在美方 我都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低級紅 高級黑還是 真的是粉紅啊 那如果你真的是這樣 低級紅高級黑 就是假裝粉紅 在那邊反創 我真的覺得大可不必了 你這樣反而是在 給所謂的反賊 反共人士這些人 在招黑耶 我真的覺得很搞笑 看完這條影片 我們先假設 這台特斯拉 是他本人的好了 那要知道 在美國本土買特斯拉 是有補助的 這還是反賊 劉大勝跟我說的 其實不貴 所以明顯是他故意要炫富 然後又貪小便 造成一種反差 然後讓大家覺得 哇 其實你是很有錢的 對吧 反美 又不回中國 我真的會笑的意思耶 難怪你們造家人的兒女 都送去美國 對吧 托垮美國 去地獄受苦 當苦行僧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但這又是一個矛盾 你又說那邊又老又窮 現在又變成要托垮那邊 一個已經又老又窮的地方 你怎麼還要托垮 那請問是他比中國富裕呢 還是比中國窮魄呢 前幾個月 我也分享過幾條影片 是一群中國人去救濟戰 領取免費的食物 可以帶回家的那種 什麼罐頭也好 泡麵也好 或是這個 肉啊 菜啊 豬此類的 還有麵包啊 再把這些啊 拿去擺地攤 轉賣成現金 零成本啊 就算沒有人要買 就算今天你拿了10樣 有人買一樣 你還是賺嘛 對吧 以前不能挑食物的時候啊 他們更扯 直接把不喜歡的食物 給丟進垃圾桶 甚至丟在路中間 出了救濟戰 直接入口就丟 中國人啊 到底是誰在給中國人招黑 是你們自己的同胞耶 請問這是一個需要救濟人的表現嗎 今天需要救濟的人還會挑嗎 真的是別出來好了 就一輩子在中國生活就OK了 在海外揮舞著五星期開店做生意 諸如此類的 但要你回中國養老長居 你又不願意啊 身體比誰都誠實啊 那更搞笑的是什麼 我根據他上面的抖音帳號 去抖音尋找 結果發現這條影片好像不見了 變成另外一個人 在洛杉磯拍徵婚影片 帶大家來看一下 在洛杉磯單身的美女注意了 我九五年的要找個女朋友 然後長的就這樣 然後每天晚上 從今天晚上開始 在大華門口直播 如果你對我感興趣 那你就買杯奶茶 我就在我車上直播 然後咱們這個事就成了 你的大清還是大明啊 我拜託你們粉紅 怎麼都是這種鳥樣 怎麼有車就會有媳婦 就會有女朋友 你標準會不會太古代太低啦 我只能跟你說 為了你的車或是錢 跟你在一起的對象啊 走的肯定是不會 比愛你本身的人更久的 連愛你本身的人相處 可能都會有問題的 更何況是 愛你的身外之物 除非你自己也心知肚明 他就是要來玩你的錢 而你也只是要玩他的 對不對 你也只是要玩他的外表 那這樣就算了一個願打 一個願愛 那反正法律也沒規定 你不能這樣做 或者是你不能同時交往很多對象 對吧 所以看來在中國的傳統思想 還停留在房啊 車啊錢啊 爸媽做什麼的 你自己做什麼的啊 這個為社會主流 除此之外 我還看到一位粉紅啊 近期大鬧日本移民局 原因是他的永居證啊 日本不給過 導致他崩潰現場大鬧 嗆工作人員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非常的暖心 紙ー 變成功 身心 一般的 不完HAN 么 比 很多 别客气了 把他打开 他把他打开不离帮了 哎 就是了 我现在把他打开 我打开 你打开吗 我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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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了 你好 你要问他吃 说清楚 你要在这儿 我没 我们 下个月没话吃到 没话吃到 没话吃看头 好 说我看看 你不要在这儿喊 先坐下 坐下 不要在这儿喊 我为什么要听你 你不要在这儿喊 我为什么要听你 是中国人啊 中国那个 卡拉斯一般有没有 我看他 我也是中国人 他们他们会很 看不见我 你怎么想 我给你听了 我给你听了 你没有看不清你 鬼蛋 没有看不清你 你吐在哪里我看他 我没想到 我没有 我跟他 卡拉斯一般的 卡拉斯二般 卡拉斯一般 没有啊 老师哪有卡 我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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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斯一般 卡拉斯一般 我跟他 我跟他 也卡拉斯一般 阿美国 大家 卡拉斯一般 美国 卡拉斯一般 我跟他 我跟他 我们 中国 我跟他 崩潰大道了哈 他裡面大槍 中國護照最沒用最不值錢 我想他一定是很想脫離中國身份 才如此崩潰 可能真的已經快沒錢吃飯了 所以急著要永居身份吧 不然就是在中國可能遇到什麼事情 不知道 不然他肯定是要被遣返的對吧 但想必他一定是有些條件沒有符合 才被拒絕申請的 日本政府不對 應該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會讓一個已經快沒錢的人拿永居或是拿護照 對吧 你經濟條件都不行了 還讓你移民或永居過來 除非你是政治庇護啦 這個另當別論 但你政治庇護還是 不可能會有這樣的態度去大鬧 因為你這樣的態度去大鬧 你肯定就不會有政治庇護 但他一定不是政治庇護啦 因為日本聽說好像沒有這種東西 大部分的人 如果是政治庇護的話 不是去美國 就是去什麼荷蘭啊德國之類的國家 澳洲 澳洲應該有 所以總之啊 他想要逃離中共的統治 就不要在那邊丟人現眼 人家幫你不是本分啊 你得先幫自己啊 都沒錢了還想拿永居 你是怎麼把自己混到如此的地步 看你日語六成這樣子 還沒有錢 想必你在日本啊 生活了非常多年對吧 你是不是沒有乖乖的報稅 打黑工 所以導致日本這邊沒有你的報稅紀錄 或是工作紀錄 所以沒有辦法 這個年限這個年份給你這個永居 還是說你把錢都花光了 然後或是這個負債了 日本不給你 不知道 那最後還是要說 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今年年初啊 有位叫做 護城鋒的中國網紅 拍了一些中國時薪以及養老金購買力的影片 被下架封號對吧 那過了一段時間他又重新辦帳號 就重新復活了 但這個流量是有變低的 那他變成低調的拍攝 刺緊小民的生活 不再像以前那麼 所謂的張揚啊 太傷害中華民族感情對吧 沒想到 他還是最近收到了不明人士的威脅 什麼 滅泥滿門啊 我要以五千元人民幣啊 大概兩萬二兩萬三台幣的這種價格 去收購護城鋒的家庭住址 或是護城鋒的任何個人資料 那對方還留言說 我要去吉林 S你 你怕不怕 我還知道你家人的地址啊 我知道你所有親戚的地址啊 你怕不怕 我一定在明年春節前 把你們全家都S 你怕了沒 其實啊我自從做這個頻道 2020年開始啊 很多信箱啊 或是我的IG都收到這種 那個員工剛新進來的時候就會問我說 八九你看到這些留言 你都不會怕嗎 請問我該怕嗎 他知道我的身份名字訊息 然後呢 我好害怕 好可怕啊 我的親朋好友 我的同學 甚至 連我的員工 你們都也知道我住哪裡 我叫什麼名字 甚至還有人知道我身份證 我應該怎麼樣 好可怕 哇你知道我身份證 哇靠 我S了這樣嗎 小粉紅就出一張嘴嘛 啊怎麼樣 要來 那只能硬剛啊 不然呢 是不是 啊能怎麼樣 我問心無愧啊 今天你做這個事情 人家來威脅你 就代表他不想讓你說 那如果大家都這樣子 這個世界 不就圍著中共在轉了嗎 不就圍著粉紅在轉了嗎 我在想這個小粉紅啊 撥了心碎 一定是他發現怎麼平常跟我在央視看到的中國不一樣 怎麼跟我在電子上打工的生活啊 啊 極為相似 哎相似就算了 我還天天出去吹牛逼 我其實月入過萬啊 有車有房之類的啊 三妻四切 那護神風竟然把我生活的形態給拍出來了 氣死我啦 那我感覺到我被侮辱啦 因為他會有這個帶路的這種情感在嘛 這就是小粉紅把所謂的我變成整體中國的概念 但是每當鐵拳來臨時被犧牲的是你個人 而不是你所謂的集體的我們 更不是找家人 今天影片到這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明天的影片啦 我們邀請到一位經歷豐富的反賊 非常非常多的笑話跟乾貨 他的經歷真的是 明天大家記得準時收看 非常的精彩啊 我是八條 下次見了 掰 掰掰